我想問多一點關於怎樣看美國聯署的政策Samuel Choi 他就說你想不想聯署是否真的會夠膽加0.75厘 他說如果是其實市場都消化了消息 是否應該不會再大跌 想看他這樣想法是否正確 0.75厘 我覺得未必的 未必一下子 你還可以慢慢來 雖然現在有些說到越說越恐怖 我想暫時如果你看他們的一些數據的記錄 比較大的記錄其實是50個點子 50個點子都已經是預期之內會不會出到沒什麼呢? 因為這個只是一個開始 接下來是還陸續有來的 正常你慢慢慢慢加 起碼加到最少兩三厘 如果加回差不多的話 其實也不是真正壓到的 就只是都要做些事情 但是都要怕他會不會太過進取 會適得其反 其實因為你的經濟不是很好 你可能 少少都會比較 你加少少可能他都未必能夠頂得住 那他現在暫時逐步逐步試一下 我想他50個點子才好一點吧? 你一下加0.75 我就覺得有些太過進取了 當然現在其實市場都是在擔心這件事才是這麼熟悉的 那究竟是不是消化了呢? 我們就要有市場的反應去看 現在目前還在消化中的階段 因為你看到市亦都未止跌 那還未會繼續強 阻力其實是103的 但是如果他的力度是 就是那些人的反應再嚴重一點 再103的衝突 其實就都真的要繼續小心 是不是市場繼續下降 那這個情況亦都很容易 如果你看過納子這個半年圖 那似乎是高一會落 如果再放遠一點 因為美股走了10年牛市了 所以這裡是有一個顧慮的 裡面那些企業是很多是很有前景的企業 但是也會有時候股價的一個波動 也會受著經濟周期的影響 那你就看到其實它是一個有 可能看著月線圖就更清楚一點 因為它真的是 所以為什麼在網上很多信仰 買QQQQ或者買TQQQ 一定沒有死的回召家 是因為這個是過去那10年 都是這樣走的那個往跡 但是究竟是不是永遠都是這樣呢? 這個是假設整個循環不會轉變 但是現在你看到它是由一個高位度這樣曲綴下來的情況 如果你要拉下降 拉上升軌的話 大那條上升軌 其實都還沒有 其實還有一段時間還未到 即是再跌多 再跌多 即是再跌多很多 都還未到 都才到那個上升軌 所以在一個 即是它之前走得急 是有機會要小心那個調整壓力會不會再大一些 也都是那個 估值上 如果你要 這個估值也是很有趣 這個也是受著宏觀環境影響的東西 其實這麼有前景 又不是真的很貴 那你的環境好的 即是市場多錢的時候 就大家一定不會覺得貴 就開始收起來就會覺得貴 那這個就是對於現在的一個加息收水的消化 就還未可以說消化完 還有就是開始那個焦點 也都由那個通脹就轉去加息收水 也都會去再想完了 已經想到現在的經濟前景是不是不離朗 經濟衰退 也都受著戰爭影響 戰爭會不會升級呢? 那還有就是這個是其中一樣 那另外就是已經想 大家的市場已經想完了 那其實根本就已經不是好的了 那個經濟 就是你剛才說到 那個通脹是因為需求面 不是因為那些經濟肆熱 Full employment level 你要去壓它 那還要 就是已經不好的時候 再這樣搞 是不是令到經濟更加的衰退呢? 會 那現在就在這些的憂慮裡面 暫時來說仍然是 就是你破了那個開箭底 是很多好友會去看的 覺得這些位置還有支持的位置 但是都打破了就要小心 暫時是納資打破了先的 那導致從S&P500就還沒有的 但是都要小心 因為這一輪看到是 因為之前在其他地方 就說過都看好商品 看好資源 但是這一輪呢 是看到商品資源都下來了 就是 就是那個焦點 由那個通脹轉了去 去那個經濟衰退 如果你衰退起上來 就因為那個需求都被壓下來了 就會有這一方面的憂慮 那就再AnS&P500就在那邊了 進行的 進行的